日本泡汤要注意 身上有刺青可能无法入汤 天气开始转凉了 泡个暖呼呼的温泉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而说到泡汤 就不能不提到日本啦 旅游业者亦有望 最近帮大家规划的日本泡汤总攻略 整理了许多比朝圣的名汤推荐给大家 不过因风暑民情不同 到日本泡汤 有些相关礼节要特别留意啰 特别提醒身上有刺青的旅客 因为以往身上有刺青会与黑道人士做连结 因此会被日本温泉业者谢绝进入公共浴池 不过现在有些温泉业者已经开放 有刺青的旅客建议可先向浴场做确认 才不会败信而归哦 另外在泡汤前要先洗净身体 淋浴时不要站着冲罩 避免泼洒到他人 入汤时不能穿着泳衣许全落入浴 若是长发要将头发盘起来 不要让头发紧泡在浴池里 也不能将头潜入水中 毛巾同样也不能放入温泉里 另外泡汤时别大声喧哗 也不能携带手机进入 才不会干扰到其他旅客哦 麻烦了 我这次带手机进入 我这次带手机进入 我了解一下 我这次带手机进入